7月20号,井深达10520米的深地川科一井在四川盆地开钻 标志着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与装备水平进入万米深层时代 据悉,该科探井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间隔潜伏构造,地面海拔717米 我们这颗井的地理位置是在四川盆地边缘的龙门山前构造袋 这个购载带正因为它是在三川购载带,所以它的地下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它会穿越10个不同的压力系统 正因为这10个压力系统造成了我们的井深结构设计为6开,还被预备了2开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6到8道安全屏障,才能保证我们这颗井的顺利完工 中国石油新南油气田工程技术处副处长马勇表示 万米深地油气钻碳是全球油气勘探领域超级工程 面临诸多世界级难题,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石油企业工程技术 与装备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深地川科一井因其复杂的地质结构对标全球13项工程难度指标 其中七项难度指标位居世界第一 深地川科一井,设计井程是10520米,预计最高地层温度224摄氏度,预计最高地层压力138个兆帕 最高硫化氢含量达到46克每方 该井对标全球工程难度最大的井 我们占了七项指标居世界领先 只有整个钻井难度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罕见的 马勇坦言,整个工程中最难的部分还属高温 224摄氏度的高温能让金属钻具像面条一样柔软 据估算,深地川科一井面临的压力系统高达10套 是世界上其他万米深井的2到5倍 堪称全球压力系统最复杂的万米深井 纵向无规则且频繁变化的压力系数 将给钻井工程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仅如此,万米之下,138兆帕超高压环境 如同深潜入1.38万米的深海 远超地球海洋最深处 马利亚纳海沟的海水压力 极易发生井壁坍塌,井喷,井漏,材料失效等复杂事故 贺明敏告诉记者 此次深地川科一井使用的钻机 是全国首批第一代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 负荷能够达到900吨 它是全智能化的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操作室里边 能够实现像飞行员操作飞机一样的一个智能化的操作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钻井的参数 能够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的计算中心 进行计算,然后指导我们现场的工作 据了解,深地川科一井的实施 开辟了中国路上万米超深层重大战略接替新领域 将进一步揭露震旦系地层之下的演化秘密 对探寻万米超深层规模油气资源 创新形成中国特超深层油气成藏地质理论 推动中国油气工程核心技术装备能力进步意义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